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相当挺台的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马侃,John M.C. King,于8月25日并逝于亚利桑那州。 为表示崇高敬意,立法院长苏佳全金代表我政府前往华府,参加马侃主席的追思纪念活动。 马侃一生贡献国家,曾是越战英雄,也曾为美国共和党2008年总统候选人,在美国会任职30多年,在美政界德高望重,被视为捍卫自由民主的领导者。 而马侃更曾多次在国会提案重申支持美国对台安全承诺,并积极推动强化台美安全合作交流的各项立法措施,包括在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多项有我条文等,是台湾最终时间定有人之一。 马侃于本月25日不幸病逝于家乡亚利桑那州,蔡总统及外交部长吴钊切军在第一时间向家属表达慰问及吊炎之意,同时感谢马侃主席30多年来对台美关系的鼎力支持。 外交部今天并发布新闻稿表示,基于我政府对马侃主席的崇高敬意,由苏嘉全院长代表政府,于8月30日专程前往华府,在我驻美代表高涉态陪同下,参加在美国国会山庄及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。 苏嘉全与纪于9月3日反抵关门。